建立正确运动保健观念 围攻医院健康讲座前进校园 有骨科医师傅健师为苗栗县 赵南国小体育班讲解 扭伤以及拉伤时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以避免运动伤害 才能在竞赛场上尽情展现实力获得夹击 练习或比赛时 膝盖脚踝不小心拉伤扭到了 不但竞赛受到影响 运动员的健康更受到威胁 苗栗县赵南国小体育班 在全国赛时中屡获夹击 如何为选手们做好防护 为攻医院健康讲座前进校园 带来蛮多的主题 都是比较一些概念性的介绍 像是一些比如说常见的扭伤拐道 或者是进卵抽筋 到比较深入的一些 像是半月卵骨受伤的等等这些 在青少年可能比较常遇到的运动伤害 都有做一些说明 运动受伤在所难免 突发意外或者是长期的累积性伤害 都必须要获得适当的处置 除了骨科医生的保健知能解说 附健师也教导选手们如何正确包扎 以避免运动伤害 现在刚好是比赛期 那所以刚好比赛的时候 或训练的过程中有些运动伤害 那小学算是比较初学的阶段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围攻医院 我们的骨科的陈医师 和我们物理治疗师 来教导学生运动伤害的一些防护的知识 包含如何去做治疗 像和包扎的部分 那相信小朋友在之后的训练 和比赛的过程中 可以对他们遇到运动伤害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和了解 医生也提到 青少年选手正处于发育的阶段 充足的营养和睡眠 都是预防运动伤害的重要方法